今天要讲植物的生殖 一定要讲植物的生殖器官 包含花 包含果实 包含种子 花果实中的都是 先讲花 我们今天以被子植物为例 高一的植物生殖 拿被子植物为例子说明 而螺子植物 显胎植物跟绝对植物 我们高一是不会讲的 如果有兴趣就等高三或以后 好那生殖构造就花 花有花 花下面的那个金叫花梗 而花里面可以再分为 雌蕊雄蕊花半颗鳄片 这是由内而外 如果你要由外而内 那就是鳄片花半雄蕊蕊 通常会这样分布 好那其中蕊蕊 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东西 好像一个花瓶一样 那国中就会教你 这个蕊蕊啊 它分为最上面的叫做柱头 中间这个叫做花柱 接下来就叫脂肪 柱头花柱脂肪合并在一起 就是蕊蕊 那雄蕊比较简单 分为最外面这个大大的叫做花药 这个丝状结构叫做花丝 而花药会散出好多花本 花药加花丝变成雄蕊 外面有花瓣 有花香 有糖蕊 可以吸引昆虫 外面这个叫做花鹅 它比较硬 它可以保护花朵 保护花瓣 好 这是花的所有结构 由内到外 雌蕊 雄蕊 花瓣 二片 以上 那如果你的花瓣 花瓣是一片一片叫一片一片的花瓣 所有的花瓣连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叫做花怪 花怪就是花瓣的集合体 花怪 有很多花瓣组成 花罐 花的帽子 花的团怪那样的感觉 那二片通常比较硬 那好多的二片合在一起叫花 二通常是绿色格子化比较硬 来保护它们 这个花的结构 好 以上是植物花的结构 好 既然讲到结构这么多 我们顺便补充一下 若你这个花 雄蕊 雌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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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有 那四个是哪四个呢 磁蕊雄蕊花瓣二片 你全部都具有 你就叫做完全花 但如果你其中有个结构不见了 就叫做不完全花 例如我没有雄蕊 我没有磁蕊 我没有花瓣 我没有二片 这四个任少一个 就叫做不完全花 好到这边提一下 我问各位一个逻辑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知道 你对于这个完全花不完全花 两性花单性花的概念 是不是扎实 第一问题是 单性花一定是不完全花 对不对 对哈 对吗 没错嘛 完全花一定是双性花 对不对 听好了 完全花一定是双性花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可能是杂性花 可是这个植物全部是完全花 它的花 完全花就要有二片 等一下 我的逻辑是这样 我已经知道你是完全花了 那你是不是一定是双性花 是吧 我知道你的逻辑是这样 我再讲一遍这句话 若你是完全花 你一定是双性花 是对的 但是反过来讲 你若是双性花 你就一定是完全花吗 就不一定 谁先谁后有差 我已知你是完全花 你就一定是双性花 我已知你是双性花 你不一定是完全花 因为你可能缺乏的是 二片或花瓣 对不对 虽然你熊之类都有 但你缺花瓣啊 你缺二片啊 你就是不完全花 以上逻辑思辨 各位玩玩看 很有趣 我们的花的简介到这边 从这以前都是国中国草 大家对于植物生殖 跟花的结构的认知